楼市前景不明,住宅租金下挫,全门时代广场1个2房户新近以每月9500元租出, 交旧租金大幅回落于两成,成交赤租紧约23.2元,也回到屋苑约6年前水平。 中原李彦群表示,上述单位为B座低层8室,实用面积409方尺,原由旧租户以每月约1.2万元成租。 早前租户迁出后,业主已同样租金推出放租,不过近月租盘数量增加,市场竞争大,业主中大幅减租2500元。 新租客为新婚夫妇,建租金回落,租盘选择亦多,决定暂时租楼,翻查资料。 14年中,该屋苑一个实用面积272方尺的高层户,月租约6500元,尺租约23.9元。 而当时屋苑平均实用尺租约26元。元朗区新近入伙的屋苑,租金叫价不再强硬。 尼家角梁号二清,朗平8号两座低层D室两房户,实用面积504方尺,业主叫租14500元。 放盘紧两日即获合租,中减价1000元或7%。 以每月13500元租出。 时次租客一次过预缴一年租金。 九龙区租务情况同样走下坡。 香港置业舌春华透露,奥运站军会港陆座高层H室两房户。 实用面积约482方尺。 业主以旧租金水平约2万元放租。 中减价1500元以每月1.850万元租出。 中原渔舍潮逸指,九龙塘北架山花园14座中层D室连两车位。 实用面积1304方尺,早前叫租高达4.5万元。 近日累减约15.5%,成交月租3.8万元。 中原渔舍潮逸指,九龙塘北架山花园14座中层D室连两车。 中原渔舍潮逸指,九龙塘北架山花园14座中层D室连两车。